這個不是主動燃鬥機的問題 這個是一國屬的問題 如果去年那個教會普查 你都會看到過去五年的香港教會的年輕人 投身得真是五年中間 你不要動手 不要動手 你報警 你報警 我們已經報警 你不讓人救你 你現在報警處理 你不應該去推人 我們已經報警了 你報警你不要再推人 不公義在那裡 公平應該只有地獄才有 公平公義明確實 剛才你說到五月大會決定了抽籤 但現在的抽籤變了什麼 變了大維飄的抽籤 變了西選的抽籤 變了小圈子的抽籤 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經過諮詢 你講那麼多諮詢 有沒有經過諮詢 你講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是《門徒公義》 《門徒公義》 一陣子上來跟我們一起錄節目 我們都非常感動 年輕可惠 Kevin在美國讀書 是嗎 是啊 讀什麼 讀高校 其實我都很小 17歲 哇 年輕可惠 真是 今晚我們講什麼 嘩 這個厲害 講知名的基督教電視台 就是創世電視 他之前上個星期 葉家寶拍了短片 去籌錢CAP水 登了一封代土的家書 Kevin 我聽說你家人 阿媽咪也是創世電視支持者 是啊 我小時候也有看到他 在電視NOW 寬頻 幾乎每天都在開著創世電視 在看的 他純粹在那裡 放電視 但他不看 忠實擁躉 如果每天都開著的時候 厲害 還有聽說他很喜歡看他的天使心 琦琦也有訂閱 還要訂閱 還要訂閱 真的是穩定支持者 是啊 這些 影音時段很喜歡 這次 葉家寶說 創世電視 因為沒有流動資金 所以他就要在一個月之內 籌七八八十萬 七八八十萬 真的厲害 他去年十一月已經籌過一次 是啊 但不止這個數 我記得 一千零幾萬 一千零八十萬 加上這個數 就已經一千八百幾萬了 厲害 差不多二千萬了 所以就有見及此 影音時段就推行一個 迎獻的行動 叫做創世白人 這個創世白人是什麼呢 他就期望 目標就找到一百個叫做白武士 每個月就奉獻一萬元 就去支持那局的租金迎獻的奉獻 好一百人 每個月一萬元 那就考一下Kevin 即是每個月多少錢 一百萬 說每個一百萬 但夠不夠呢 就拭目以待 我會說一下夠不夠 這條創世短片一出 就震驚 嘩然 大家不要忘記 特別是影音時段 曾經在去年的時候 他曾經用一個 同樣的方式 就向信徒撲水籌一千萬 就登陸叫做賣TV Super 大家不要忘記 TVB 不過這方面 這條短片 就出了 街之後兩天 就刪除了 找不到 今天已經找不到 是啊 找不到 昨天就是找不到 是啊 已經找不到 找不到 是不是已經撲夠水了 不清楚 總之就是 極有可能 不論是官方網頁 Facebook 都找不到這條短片 我亦都忘記了 但不要緊 不過呢 網站那封代吐家書 還在 好啊 是啊 所以就立刻 就copy了它 事實上 這種手法 其實已經用過 他們同樣就是 什麼呢 出了一條短片之後 就立刻刪除了 肉蓋尼章 Havier 不如我們演繹一下 究竟創世家書 第一段說什麼 好嗎 當我們 全力應付 同工薪酬 我們已經 財政枯竭 苦無流動 資金 當你收到此信之際 已過了 繳租的最後通疊 無力繳付租金 資因上一封代討家書 收到所需一半的奉獻 只及發放同工薪酬 再停台及封租令的壓力下 我們已經開始改變行常運作一個月 全市團一百位同工 需要面對手上工作轉型 及停薪留職的抉擇 我們現在最急切需要的是七百八十萬元 包括三個月租金三百二十萬 同工薪酬二百一十萬 創世電視半年平台租金二百五十萬元 這七百八十萬元 如果大家看清楚一點 包括了三件事 第一是三個月三百二十萬 租金 平均一個月大約超過一百萬 超過一百萬 剛才創世白人的數 接近了 還有二百一十萬元的同工薪酬 還有二百五十萬半年的平台租任費 我稍後會說租任費 總之就是他要二百五十萬去租一個平台 要二百五十萬的 大家看看 如果再看看這段蔡世家書第一段 其實他講到就是 他全市團一百個同工需要怎樣 工作轉型和停薪留職 其實反映就是 影音市團連最基本的僱主責任都做不到 基本的僱主責任就是什麼呢 勞工法也有說 其實是有個責任 僱主是有責任要準時出任給員工 其實那裡已經違法了 他超過了一個月都不出來 其實就能夠的 就是到欠身 他的同工就應該習慣了 所以不會去告的 你想一下 如果影音市團 你本身的財政狀況都這麼有問題的時候 他根本其實都負擔不了 這一百個員工的開支 根本給不起 其實我認為 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裁員減薪 其實就 真的不能給 只要怎樣 只要你跟勞工法 做一個遣散 就行了 現在不是不給你遣散 你不要打總面中肥仔 財政狀況這麼差 你每年都蝕錢 沒理由這樣 他在熱家寶片裏面都講過 如果真的解決不了 就要裁走一半的人 一半的同工 都講過這件事 你整間機構的財政狀況這麼差 就像剛才所說 可以裁員減薪 最重要的是 你要跟回法例做 不是不跟 毛工法例做 現在影音市團 就是什麼停薪留職 什麼停薪留職 就是 事情要照做 又沒有糧出 要工作轉型 怎麼轉型呢 又沒有說 總之要轉型 就像阿氏這樣 那時候一個人要做幾個人的事 但是又是沒有糧出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糧的 就是這些 輕壓員的手法 我猜不到影音市團 是要玩這招兩招 所以才請熱家寶過檔 他有經驗 是啊 如果大家看回 他講到三個月租金三百二十萬 一個月 就是超過八萬 觀塘道 這個 熊土道 這個租金的幅度這麼貴 我很簡單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創世電視一定要租這裡 不租其他地方 是啊 還有 大家有常識都知道 你這樣的負擔能力 才決定租不租地方 但是不是 你租不起 你可以轉租其他地方 至少 這個租金的支出 可以減低 絕對可以 自己控制到 是啊 大家留意 2015年度 影音市團的感恩年報 大家看看這個資產負債表 這個資產負債表 顯示了影音市團的財政狀況是怎樣 看看這個流動負債這一部分 流動負債這一部分 它的數字就是一千三百九十九萬三千元 那麼 流動資產呢 就只有一千二百三十六萬六千元而已 哦 資不抵債 是啊 資不抵債 這個資不抵債 他竟然 他竟然夠膽 以過百萬的租金的錢 去租 觀塘這個地方去製作中心 那麼同時要怎樣呢 同時要負擔 一個八個員工的薪酬 這樣 哈威 不如你讀《創世家書》第三段 好嗎 好啊 雖然他的經費不足 但 因著《紅塗道1號》的啟用 產生的新節目製作 以不同形式的聚會內容 包括什麼呢 我就說幾個 可能大家都熟悉的節目 或是活動 包括黃祖蘭 演藝與宋養 黃祖蘭的四堂課 好像要收錢 是啊 那時候被人覺得 你收這麼貴 但是讀什麼呢 為什麼要跟黃祖蘭上課呢 黃祖蘭教你用這個演藝的技能 傳福音 是啊 教你用這個演藝的技能 傳福音 這麼厲害嗎 Kavin 有沒有聽過黃祖蘭這位 我一定有看 翡翠台 傳家福禄獸那些大把 是啊 如果他用福禄獸的形象 和你傳福音 你有什麼想法 他覺得怪怪的 哈哈 做些什麼 還有這個厲害 這個我們都說過 就是葛培里 葛培里的多媒體紀念展 就是一代的報道家 葛培里世世 影音士團 然後搞了一個紀念追思會 即是錄播 轉播 嗯嗯 還有呢 這個更加厲害了 霍金人類的結局 科學家報道會 好像又找霍金去抽水 對啊 還請了一個很知名的造假的科學家 吳孫倫博士 對 吳孫倫博士 去正道 是啊 吳孫倫都來過我教會 是嗎 是啊 幾年前來過 講什麼 又是講科學 又是講科學 講幾堂 哦 又好像講 為什麼神要創造食菌 我記得是一個主題 哦 有沒有騷擾他的學歷 也有提過 竟然有提 竟然有提 但是很奇怪 為什麼教會都堅朝請他來 我不明白 我真的不太明白 人家是科學家 又是 嘻嘻 嘻嘻 你從美國讀過書 吳孫倫 有沒有聽過 吳孫倫這個人 那又沒有 哦 OK 不過都幾出名 吳孫倫這個人 都被揭發了學歷很多問題 都請他來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大家都很認識 梁煙成博士的報道會 主題就是這個 扶持指效 厲害 梁煙成 我今天錄音之前都見過他 是嗎 你在哪裡叫他 在我上班的地點 樓下的升降機 撞過他 哦 是啊 是啊 他那時候拿著手提行李箱 類似上去十樓間教會 這樣 是啊 是啊 挺好彩 什麼人都撞到 唉 真是 哈哈 厲害 厲害 這個都是 都是一個報道會轉播 剛才聽哈里都說幾個的節目 原來這些所謂新節目 製作 我們看回這張相片 這張相片 更加去證實了 這個原來這個所謂的影音使團 創世電視 其實做的節目 都是以一些錄播形式為主 譬如很簡單 除了這幾個之外 你看回 當作家林彥黎 他過身的時候 他搞了一個追思會 美麗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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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轉播 分了很多部分 分了很多部分 這樣 這個是其中一個例子 其中一個 另一個就是 創世好節目 陰典泰美麗報道會 他就找了梁錦松 雷仲德過來 咦 有梁錦松 好像福音盛會的嘉賓 是啊 見證嘉賓 是啊 厲害 他也是一個報道會的轉播 然後另一個例子 就是 影音視團的書展貪委活動 接著有一個青少年的拍片工作坊 這是創世快信 我不知道為什麼 創世快信 都會當作為一個節目 出街 咦 很簡單 在書展那裏 拍了花絲 加上現場的報道 訪問 然後就把它剪成一個節目 就可以搞定 可以出街 咦 咦 講一下講一下 Kevin你有沒有去書展 有啊 我都看到你好像有拍片 是嗎 我都是走過就算 原來真的 是怎樣的 你看到什麼 那時候 我經常都不是很多人 整個基督教方 不是很多人 反而佛教 其他教的事情 反而很多 咦 特別啊 很特別 我沒有去書展 我沒有去書展 我們找人講一下這個宗教比較 或者這個宗教在香港的情況 我們可以再深入去研究 是啊 你看幾張相片裏面 其實很多的節目 其實只不過都好像剛才所說 都是港壇錄播 轉播為主 其實它是很少自家製作節目的 是啊 就是剛才有14個 我們剛才有14個了 現場的 有很多人參與的 是啊 如果大家看得真一點的話 創世電視其實都是跟阿時一樣 都是很親建設很維穩的電視台 如果大家記得 上年那個2017那個維穩福音成會 它是有份轉播那個福音成會 跟官商正雄有關那個福音成會 還有它也有去製作那個 什麼思路福音 那個紀錄片 一帶一路嘛 就是配合中共 現在是全力吹捧著 於是就歸隊了 創世電視這樣 而且天使心雜誌 也有訪問過 李慧琼 譚志遠 梁美芬 是啊 那 Kevin 你媽媽有訂 那個 那個 他現在沒有了 噢沒有了 以前有 可能看得太多這些 我剛才聽到你們這樣說 真是嘔嘴 明明在說幾個教會 都會覺得維穩 還一帶一路 是啊 離題 有什麼關係 真的 是啊 如果大家看得真一點的話 其實影音視團 只不過根本就是 阿士番板 他經常播放一些舊的片 當作是新的片 又經常把報道會 港道 那些見證會 轉播出來 根本就不是一個正常電視台會做的事 他呢 甚至乎比無線更加差 無線沒錯 沒錯 一台獨大 他那些劇集是質素很差 但他至少都真的自己製作 是吧 你影音視團呢 更差的是什麼呢 他是轉播 當作自己製作 你想想 那些這樣的 所謂的節目的製作 其實都是報道會的那些東西 所以呢 所以 他根本呢 他用天價去租洪徒做得好 根本就不合理的 如果大家看回那個 17年那個TVB電視廣播那個年報 他有一部分叫做 數碼新媒體業務 那他就 那我看回那個數呢 他有3億的收入 但是呢 這3億的收入呢 他只是佔了那個總收入 大約7%左右 而數碼那個部分呢 甚至乎是錄得八千萬虧損 那樣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一件事 影音視團是在租 在賣TVB賣TVSuper 變相呢 他要另外給那個叫做平台租任費 那這個租任費呢 是250萬 非常之貴 而且 所以他的經營成本呢 是比TVB更加高的 對啦 即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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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TVB搞數碼廣播 或者數碼的 全部都是虧錢 是 都為虧錢 的時候 李影音視團 當然會虧 兼且他還要給其他電視台 多一個額外的支出 就是剛才提過那個 平台的租任費 是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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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我們今天錄音的時候 都看到 影音視團都用了很多方法 永續籌款 對嗎 這個真是誇張 我想說 我真是想說 即是他蟹 我知道他要籌款 但是那些方法 你真的想不到 是啊 我不如說一下 其中一樣就是 他是賣月餅 叫天使心月餅 是啊 因為今天我在公司的時候 突然間就收到一個 那張 即是在Facebook 和Web上看到一張Post 我想說 是不是惡搞的呢 沒有理由啊 人們賣月餅 怎麼會賣月餅呢 然後 還說到 賣月餅 可以幫助未送的 和耶穌團圓 首先中秋節 和基督教已經拘不起來了 是啊 常俄根本就不是基督教的人 即是耶穌去了月球 現在就代替了常俄的位置 那他的肉套呢 誰代替了肉套的位置啊 阿彼得 或者阿約翰這樣 然後買了這個月餅之後 可以怎樣 幫助你早日 奔月 和耶穌團圓 和他團圓 即是暗示快點去見主啊 Cavin會不會買這些月餅 我想都不敢買 是啊 我起初以為是假 以為是惡搞的 誰知不是 真的 真的 在他的網站看到 除了網站看到之外 我都特意下午打22096月 你打過去嗎 打過去啊 他怎麼說啊 他說我問他 我問他 是不是有天使心月餅賣 他說有啊 有啊 你只要按回我們網站 就可以了 那樣 要訂的 要訂的 即是上網訂 哇 厲害 這個不是假的 是真的 厲害 他還說到低糖健康 採用天然食材 那裏又要錢 我相信 哇 真是厲害 來買月餅都被他想到 是不是 是啊 他買月餅的話 就8月25號 還有折扣 十盒以上還有免費送貨 這些不用幫他做宣傳 不是宣傳 不過是很丟本 就是 楊毛出自楊身上的 第一樣 第二更厲害 你知道他賣 他是賣聖經 不過賣的聖經是不同的 你說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 講到 在創世家書裡面 他講到就是 他賣太空聖經 什麼太空聖經 太空聖經 他有一段說到就是 他建議我們建立一個 專為租金而設的 營獻計劃 其中更加有支持者 主動表示 願意借出 美國阿波羅十三 太空船 曾經帶到月球的太空聖經 複製成100套珍藏紀念品 贈與創世百人委員 目標就是 只要一百人參加 創世百人迎獻行動 每人每月一萬元 支持 鴻圖到一號的營運租金 同時令市工穩定發展 那就是說 他那一百套珍藏紀念 那個太空聖經的紀念品 就給那一百個 願意給一萬元的金主 真厲害 我首先不去討論 這個所謂太空聖經 是不是真 真是由這個太空人 美國的太空人 帶過去月球的 如果你記得 當年登月的太空人 曾經讀過聖經 會不會是那一本呢 就是那一本 但竟然有人可以借出那本聖經給你 我不討論這樣 真還是假 我只是說 你也是複製而已 複製了 跟我們手上 在書局賣的聖經 沒有分別的 都是那些經文 而且在喘息上面有些不同 純粹是拿過阿波羅的十三號 做技術 那為什麼不拿這個 King Jim Version 去做這個技術 當年由這個英皇 所陰定的這本聖經 我們現在就根據這本聖經 把它翻譯成中文 將它限量一百圖 喂 我們King Jim Version 大家都有的 基本上 是書局賣到的 這個 純粹是堅密 你不知道就被它 會騙到 是啊 那 它還有的 它曾經 這個手法呢 它借美國阿波羅 這個太空船 其實這個手法 它去年也用過 不過去年 它還消費宗教改革 還有它製造紀念金幣 九深條綠缸紀念金幣 去年是宗教改革的 五百周年 於是它就想到這個 這個堅密 就是這個馬丁路德像 加上這個 九十九條 九十五條 九十五條 的金幣 是呀 金幣 送了機頂盒給你 哇 厲害了 其實它也是一樣的 它做的手法 都是消費一些東西 去抹高它自己的價值 沒錯 看它下次玩些什麼 是啊 還有一個 Uncle Joe 餐飲之家 那個創辦人 就率先參與這個行動 於是它在八月 就在 鴻圖道一號 就建立這間食肆 不是 那個工作坊 百福食館 餐飲媒體混合工作坊 就是這樣 簡單來說 因為它的鴻圖道一號 很大 很多地方 現在就是分租的地方出去做食肆 去分擔一下租金的負擔 如果簡單一點就可以這樣理解 你看到影音士團用不同的手段 去籌款 但是我想說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所謂財政的困局 是它一手去自己造成的 我們就問一個會計師 去拜託它 在網上公開的資料 找一下影音士團一些公開的聯報 財政的資料 看了它差不多至近十年這些資料 它有一個結論 就是影音士團自己炮制一個所謂財政的困局 即是自編自導自演 沒錯 就是這次的題目 因為其實它還未開始這個 MyTV Super登錄的計劃之前 我們找過它那個 由2010年至2015年的年報 發覺差不多五年六年裡面 只有一年有盈餘 哪一年有盈餘 就是2015年 為何要有盈餘 那個盈餘不是因為那年做得好 或者收入多了 只不過因為當年賣了一個大角咀物業 就有了一筆所謂非經常盛的收入 還要說什麼是非經常盛 即不是經常有 不會經常有 你不會經常有的 你不會下年無故有一個大角咀物業出售 是呀 如果你扣除了這一筆收入的時候 那一年很大機會又是虧的 虧的 即是你說這間機構長年累月其實都是在虧的 這樣的情況之後 作為一個正常的企業的決策者 就應該怎樣呢 即是盡量令到自己的盤數 可能就是逼依憤 或者怎樣去開源 或者折留 但你看到 影音士團不是這樣的 可以去年還要花這麼多錢 又要租紅塘到一號 每個月多少錢 三個月租金三百二十萬 是的 那我們除了三 即是每個月都經常一百萬 那他同工的薪酬是二百幾 二百十萬 是不是 是啊 二百十萬同工薪酬 還有二百五十萬半年平台租任費 是啊 那個拿名了 半年就二百幾萬 半年二百五十萬是平台租任費 即是如果一年的話 就五百萬了 是啊 一年五百萬 租金三個月三百二十萬 一年乘四 嘩 真是千多萬 再加上他 上年十一月 即是搬了之後 到現在 其實他租這麼大的地方 剛剛提到 基本上沒有什麼用的 就是做了十四個所謂現場的節目 只有這麼多 其他那些 你又可以錄播 又可以轉播的時候 即是那個會計師都說了 那你用YouTube就搞定了 那你也不用錢 是啊 那你一樣可以 YouTube有分紅 即是沒有這麼大的頭 他就是戴這麼大的帽 好了 出了事 那怎樣做 籌期 籌期 然後 那你就要逼住 還要說他要多久之前 要籌到這筆錢 一個月內 一個月之內要籌到這筆錢 如果不是就大劑了 他會面對什麼 折台 炒人 炒一半同工 雖然這個影音視團 都以前就經常說這一句話 是 令到我覺得最離譜的一件事就是 其實 剛才提過那段葉家寶的片 就現在找不回 找不回 但是我看過那段片 那葉家寶在呼籲裡面 有一句話 令我覺得是很不舒服的 他就說 求主讓我們 不要窮困之 是羞辱主的命 不要再有獻身 獻租 停台 停播 的處境 我們面臨 封租令 在職 我們不想有一個 裁減一半同工的決定 但是你要想想 今時今日 影音視團 搞到獻身 獻租 面臨 停台 停播 全部都是他可以避免的 你不要租這麼大的地方 還有觀塘 也是叫做市區的地方 沒有人叫市區做這些事情 你想想 無線 他的卵賽在哪裡 青水灣 搬去了 將軍澳 將軍澳 好入 工業村那邊 沒錯 就算你說一些主流傳媒 報館 其實不會再在市區的黃位 我記得大埔 有班公園 例如東方那些 要去到大埔 蘋果那些 就在將軍澳 你不會在觀塘這麼漂亮的位置 還有紅塘到 一號 街頭 不是街尾 還要對著觀塘道地站 旁邊 我經過那裡 一百萬個月租 創始電視要面臨到這個困境 然後還要說 希望不要窮困至羞辱主的名 但這些全部都是他們自己造成的 現在誰在羞辱主的名 就是他們自己 是迫到自己面臨這樣的狀況 製造財政危機 然後就攤大手掌 去問教會 去問信頭 喂 給我錢 否則我們就很慘了 我們慘了 搞不定 會怎樣 那就羞辱了主的名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一來 就真的不要再支持這些機構 每次籌款 為什麼我們都會花很多的心機 錄節目 或者做報導 去讓多些信徒 知道其實這個機構 過去做過的惡行 還有不值得幫 這是一個騙局 對 完全是一個騙局 影音騙局 就是影音騙局 都呼籲哪間教會 或者哪些機構 教機構 夠膽課稅給影音市團的話 就麻煩大家聽眾報料 給我們門訪媒體 我們就會跟進報導 沒錯 我覺得需要做這件事 我覺得既然是 警音市團 既然是 不止一次 很多次都是這樣做 我覺得 阻止騙案的手法 刺爆它 沒錯 還有讓那些教會 還在支持影音市團 教會的會友 送陶知道 這件事 不能再繼續 怎樣令到會友 知道這件事 這就是我們 傳媒的責任 好了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 遞節了一些精彩的內容